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马龙放水吗? 面对央视镜头,樊振东说了实话 刘国梁果然没有看错人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国篇 众所周知啊,在近期 国篇组织了四篇赛的热身赛 那么本次比赛中啊 爆出了一个超级大的门,那就是啊 老将马龙被小将 樊振东啊,4比0横手 确实连很多球迷啊,感到有些惊讶 虽然说樊振东战胜 马龙也许并不奇怪 但是樊振东 居然啊,4比0横扫了马龙 可能很多球迷难以接受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 很多球迷也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一部分球迷甚至认为啊 马龙是否在故意放水 让樊振东 横扫自己,然后啊 争抢樊振东的自信心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其实啊,樊振东 在面对央视采访的时候啊 也是说出了实话 从另外一个方面啊 也证明了马龙啊 可能并没有放水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樊振东表态啊 说自己马上就要打四平赛了 自己有目标 有欲望去拿下热身赛的胜利 而马龙呢 没有四平赛的参赛任务 但是马龙在场上面依然非常的投入 很努力,因为马龙啊 希望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啊 来帮助樊振东训练 因此啊,马龙并不会故意放水 只不过啊,马龙的求生日望 并没有樊振东那么强 因为马龙接下来并不会参加四平赛 那么这个热身赛能否夺冠呢? 对于马龙来说了 并不是那么重要 他的主要目的啊 还是来帮助樊振东啊 找状态 帮助樊振东啊 提升大赛情的 这个激战性能力 以及啊,心理状态 我个人认为啊 马龙放水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基本上是热身比赛 那么胜负并不那么重要 关键是要帮樊振东啊 查找问题 如果能够战胜樊振东几局的话 应该是最佳的结果 这样啊,可以让樊振东的继续 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但是呢,奈何马龙啊 在比赛中太过放松 因此啊,才导致被横扫 不曾再故意放水 再说了 马龙是一位职业素养超高的球篮 如果马龙故意放水 输给樊振东的话 那就是对樊振东最大的不尊重 在赛场上面 用真正的实力战胜对手 才是对于对手最大的尊重 这一点呢,马龙肯定心知肚明 刘国梁 果然没有看错人 不管是马龙 还是樊振东 都做得非常棒 马龙回归球地 帮助樊振东提升备战效果 不愧为国平领军龙物的风范 而樊振东 长江后浪推勤了 赶如在老大哥 马龙命情量进 赶打赶拼 横扫了老大哥 从而也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实力 也证明了刘国梁指导的安排 没有错 那么其实啊 作为球迷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樊振东 这样的年轻球员拖延有趣 国平的未来 肯定在年轻队员身上 国平之所以能够取霸主地位 实际上得益于 软软不淡的 用年轻队员勇信出来 因此刘国梁指导 用国际大赛来培养和当地年轻队员 这种有魄力的做法 也是深受球迷好评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